在吃货的眼里,酸溜溜或许会让你食指大动,然而,您可知道,反酸,烧心正是卫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,所以,您还别小看卫食管反流。 什么是卫食管反流? 简单讲是卫食而止肠内容物反流,入水管引起烧心等症状,可以引起反流性食管炎,以及咽喉气到等食管铃铅的组织所害,老些人容易得卫食管反流。 我们经常说第一款卫食管反流病的几大人群特征有,年龄,40岁,肥胖,小化到疾病家族时,不用悲哉体内抗炎药的,酒作,吸烟,饮酒,早餐,浓茶,油腻,辛辣食物,焦虑,抑郁,抑郁。 卫食管反流的症状,典型的有,烧心胸骨后烧灼感,和反流微内容物像烟壶或口腔方向流动的感觉。 胃部或胸口有火辣辣的灼热感,吃饭感觉顶住了,反酸水,口中有酸味,不典型的有,上腹痛,胸痛,上腹不适,爱气,腹胀,烟不易物感,吞咽痛,吞咽困难等。 不患患者表现为胸骨后疼痛,哮喘,犯性咳嗽,牙腐蚀,咽咽等,就准于其他相关科室运幼而终,才可出现吐脑。 此概,窒息的严重症状,除了反流,伤心或者感觉酸溜溜或是之外的症状,也要警惕卫食管反流的发生。 但不一定都是大病,要注意但不要过度惊慌。 分食管反流的四大误区,误解一,反流就是因为胃酸太多了,误解二,只要饮食清淡,就能治愈反流病。 误解三,反流病最多也就是消化系统的病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误解四,酸性食物会加重反酸。 反流不一定是胃酸过多,也可能是胃部分门阔约击松脂。 清淡饮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反流但不能治愈。 反流病还是引起一定的重视,食醋等酸性食物少吃。 如何鉴别及区分胃食管反流? 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太多,急剧迷惑性,容易误诊。 它的特点就是发病率高,诊断率低,复发率高。 经常遇到的有症状为呼吸力疾病,心血管疾病,耳鼻吼疾病例如咽喉炎,心脏病,哮喘等等。 当了性烟炎之后用药物消失,因幼儿反复出现难以解释的突然,此在甚至知悉症状,还是要考虑维食管反流病可能。 如何缓解威食管反流的症状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news.xyz或取更多相关资讯。